紅隊或是藍隊這些觀念是軍事演習時常有 在一場演練的對抗中有一隊是紅隊有一隊是藍隊 因為他是對抗所以一定要找對方的弱點 可以攻擊得到可以瓦解到對方 放到公共政策正正就是一個公共政策 因為他是要照顧各方面的利益 政治都是要講利益 政府官員自己想事有一套固定的思路 有時沒有想得那麼詳細 沒有考慮到不同的利益 所以用一個紅隊的觀念 即是說政策出台前先找一些挑剔的人 專門找你漏洞的人跟他對話一下 就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 就快點補了漏洞 其實這個觀念也是對的 大家好 歡迎回到大視拼圖 宋sir 上個星期六 李家超率領了12名司局長去到荃灣 舉辦了首場施政報告的諮詢會 當中有一百多個地區人士獲邀請 注意是獲政府邀請出席這場諮詢會 他們問了兩大主要方向的問題 第一是大家很關心老大蘭土地與火的問題 李家超說到政府處理房屋問題不是空談 又會處理多些中轉屋或增加多些過度性房屋 解決基層市民的延離之急 第二就是很多人都問了香港其實人才荒都幾嚴重 之前有報導都說我們的學生和老師移民的數量都達到起碼10萬 大家都很擔心我們香港培育不了更多人才 支撐不了我們生產業 尤其是北都區其實是要做創科相關的產業 如果我們不能夠從國際或國內找到人才過來在香港搞生產業的話 其實整個北都區都沒有用的 所以大家就很關心這兩個議題 當然還有其他通關的議題大家都很關心 宋sir第一你怎樣看呢 就是李家超拉大隊要落荃灣去接受地區人士對他們的發問 還有他的表現又怎樣 第二就是你怎樣看地區人士都很關心 人才流失和土地房屋的問題都要爭相問李特首和他的12位司局長 樂區諮詢是必然的因為到現在目前為止 李家超小規模可能有接觸一些家訪聽到公眾的意見 但大規模讓社會人士知道我現在聽聽大家的意見 這是第一次這是必須的 過去歷屆的特首例如梁振英特首林鄭特首都有做的 所以這次選荃灣是對的 因為荃灣是一個比較多基層市民也有一定的工業大廈臨臨 很多街市 是一個很典型的香港新的地區 變成有很多意見在那裏反映有代表性 當然公眾當然關心始終是我們都說過一個房屋問題 房屋問題的背後就是劏房有20萬戶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中央都要怎樣解決另一個當然就是通關 但今次諮詢通關其實說不到多少 對現在都是所謂3加4模式逐步縮短的檢疫時間 但再說多些就沒有了 因為通向內地通關暫時都說不到多少 所以就變成集中了在房屋土地和人才 其中房屋土地其實可以說的東西 就正如何銘言局長和林安豪局長所說 到施政報告的時候我就會交了那些建議給你 但希望聽一聽地區人士意見 其實地區人士都是集中了處理劏房是緊迫的 最重要是建多些過渡性住房 這是最實在最落地的要加快 其實這個我們也說過的 但人才問題就是當前香港是最重視的 記得林鄭特首的時候都已經改了 我們過去說香港有750萬人口 她那時候就改了740萬 現在最新730萬又少了10萬 所以其實人才的流失是一個比較緊迫的議題 特別是高精的人才來說 我們跟新加坡拉拉扯扯得很厲害 因為現在未通關 所以很多人才在觀望 有些本來在香港都發展得不錯 但因為封了關 就變成先去了新加坡 所以變成人才很重要 特首說她會搶人才這個字 即是搶字都幾點題 現在有些廣告都用過搶字 很出位 搶是甚麼意思 即是香港流失人才 香港要吸入人才 要跟別人爭 正常的步伐已經是不行的 要到處去搶人搶人 但這個搶其實都牽涉到很多的問題 我覺得那天特首也有說到很重要 其實就是培養人才 玩流人才 激勵人才 首先都是要從培養開始 即是說現在的大專院校 開課程 收生不同課程的名額 是否有一個合理的調整 如果我們很重視這些 所謂STEM的 創新科技 現在最新都要有一些晶片 兩納米以下的晶片 才是重要為國家培養人才 我今天都看到有些新聞報道 其實香港都有這些企業 大學這些實驗室和IT那邊 是否可以在這方面 原精製造設計 R&D那裏是否有些人才 可以開學科 找一些人來教 這些就是培養人才 直接培養 當然吸引人才 就要看自己 提供到居住的環境 人工薪酬 社會的氣氛 合作的夥伴 特別是年輕人要拆出火花 他都要看哪些人和我合作 所有這些 現在香港都未做得太好 政府應該在這方面 有一個比較全面的政策 結束之後 我都有一個新聞界 有人問我 好像沒有說得很清楚 怎樣搶人才 只是提了一個概念 所以施政報告 就會有比較詳細的論述 希望可以宋sir所說 施政報告裡面 對於土地房屋等等的問題 搶人才的問題 都有一個具體的方案 讓大家可以安心 現在比較虛很多事情 是的 像李家超所說 他管方向 讓大家知道方向 應該怎樣走 大家才可以落地 另外一方面 其實記者朋友 是很眼利的 因為很多出席 諮詢會的朋友 其實都是來自於建制的背景 當然一不乏我們現在有的分區 地區的分區委員會 滅罪委員會 防火委員會等等的成員 但是這些委員會的成員 大家都知道 來自建制居多 另一方面 就是今次其實在荃灣舉辦 這一次的諮詢會 其實還有 我們有些民主黨的背景的朋友 這些區議員 反過來就沒有獲邀請 當然記者朋友 再問回政府施政報告組 就問他們為何會不邀請民主黨 或者邀請比較多的建制派的朋友 他們就說 其實他們請的人回來 都是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能夠代表反應到的民意 但是你從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通常一個地區的諮詢會 其實已經容納到一百多人 但是當中都是欠缺了 首先就是民主派的朋友 另外就是非建制的朋友 就好像建制的人士會比較多 但是重點就是政府邀請的 其實這樣就反映了 政府一個怎樣的思維和現狀 會不會是他們都認為自己 有些東西可能準備不足 不夠膽大膽邀請一些 就是反對聲金比較響亮的人 出席他們的諮詢會呢 其實是的 如果問記者或者社會人士 最關心就是在座當中 有沒有一些民主派的人士 因為在現在完全選舉制度之下 愛國者治港都經過了兩年 都篩選了要走的走了 要趕走的都趕走了 留下的那些其實都是社會的建設者 好像習主席所說 熱愛香港的家園 遵守基本法支持香港的法例 有很好的專業這些都是香港建設者 應該都是受到重視 他們的意見都是好的意見 尤其是地區工作 有很多民主派的人士長期在地區摘根 在荃灣在黃大仙很多這些 他們很熟悉地區的議題 他們如果是被邀請 被邀請才行 就會來提一些意見 其實應該是要邀請他們 但我都會這樣想 可能對你特首和12位司局長 可能都覺得未準備好 因為都是首場諮詢 大家不用太緊張 接著會有的 我都希望後面去深水埗 或者去黃大仙或者去北角 那時候邀請當區一些民主派的人士來參加 其實是OK的 為何這樣說 因為你有100個觀眾 只有兩三個民主派的人士 其實都是混得很淡 他們來到無論說多少都不會霸佔時段 他們都會很認真地去做個準備 提出來的意見一定是有些建地 有些建設性的東西 政府是否都可以聽聽 我覺得這一個政治姿態 我叫政治姿態 其實是必須的 今次是沒有邀請不要緊要 第一場而已 不用不緊張 可以跟民主派人士說 遲下便有機會 不過遲下會是怎樣呢 亦都不方便 說得很清 可能要透過一些輾轉的渠道 釋放一些信息給民主派的人士 最後賀宋Sir所說 其實現在留下的政黨都是愛國的 包括了部分留下的民主派的人士 另外當然有我們非建制派的朋友 也有些是立法會議員 也都是區議員居多 其實大家都是和而不同的 應該要 都是為了國家為了特區 其實要做好一些政策的工作 以及反映到地區的民意 李家超特首 他另外提出了一個叫洪隊的概念 通常 洪隊的概念和非建制或者民主派的朋友 也都可能息息相關 原因是因為他們會提出反對的意見 在政府做一些政策裏 他們會見到一些政府官員未必見到的問題 就會提反意見 希望他們能夠改善 李家超特首提出這個洪隊的概念 就是打算做一些沙盤的推演 引入一些政策範疇裏面 說得好像很厲害 面面區緣 面面區道 但是是不是真的好像李家超所說 真的用沙盤推演政策 加入一些洪隊的成員 就能夠推演一個很完善完備的政策呢 還是其實李家超提出洪隊這個概念 都僅僅是概念上面的一個想法 都未很具體 都未想到應該怎樣去把這些概念放進去呢 還有為什麼要把洪隊和沙盤推演 放進去我們公共行政和政策裏面呢 宋Sir 紅隊或者是藍隊這些官聯 是軍事演習的時候常有的 在一場演練的對抗當中 有一隊是紅隊和藍隊是對抗的 所以一定要找對方的弱點 就是這些斬首行動 或者滲透進去 將他的司令部倒毀 就是要找對方的弱點 可以攻擊得到 可以瓦解到對方的 放進去公共政策呢 正正就是一個公共政策 因為他是要照顧各方面的利益 政治都是要講利益 變成了政府官員自己想法 有一套固定了的思路 有時就會沒有想得那麼詳細 沒有考慮到不同的利益 所以用一個紅隊的觀念 就是說政策出台之前 先找一些挑剔的人 專門找你流動的人 跟他對話一下 就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 就快點補了那個漏洞 其實這個觀念也是對的 如果放到現實來說 就是找一些反對派的人士 當然是溫和反對派 理性反對派 愛國反對派 由他們看看政策 能否走得通 他們如果覺得這裏不通 你就快點改了他 這些人來說 就一定不是在政府 自己制定政策的部門 去那裏找的 因為如果你本來就是南軍 你熟悉了 你怎可能知道自己的漏洞 一定在另外那裏找 最好就是在政府以外那裏找 其實李特首我都留意他 他一早都說了他很重視政府以外的意見 公眾的意見 他說他特別重視 所以就要設立特首政策組 其實都是和這個有關的 變成雄隊這個觀念 我覺得雖然是一個軍事上的觀念 但應用在公共政策其實都是頗好的 但做起上來來說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己有空襟 要找到合適的人 所以特首政策組其實是最合適 作為一個starting point 但現在大家都不知道特首政策組 又從哪裏來 還有如果剛才我都說到 民主派的人士都是愛國者治港其中一個部分 他們的意見一定是和傳統建制派有不同 如果他們扮演紅隊是否比較合適 我覺得是比較合適 今天宋sir為我們分享了李家銷首先第一件事 很重視外部和公眾的意見 所以他提出紅隊的概念的時候 理應就是從特首政策組 一些非官員非部門的系統裏面 就找一些反對的聲音 也有溫和的聲音 當然也有外國的聲音 就是做一個對立面去檢視政策是否可行 另外就是我們的施政報告的諮詢會裏面 很可惜我們未見到紅隊概念的承認 但希望這個只是第一場 未來的長次的諮詢會裏面 可以見到多些不同外國但反對的聲音 給多些意見政府 亦都希望政府從中知道我們市民和基層 社區裏面有甚麼特別的需要 而反映到我們的施政報告裏面 帶著我們走一個正確的方向 如果大家都覺得我們今集的大視頻圖 挺好看的話 歡迎去到我們香港邁進研究所的Facebook 和YouTube Channel Like Comment Share Subscribe我們的短片 有甚麼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給宋sir 宋sir會在節目裏面為大家一一分析 宋sir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就和觀眾說聲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拜拜 一定要看 給Like、訂閱、埋進 肯有你著數